蘇晨昌昨天在疫情加溫的時候 他跳出來告訴大家 他訓斥大家趕快收心 當然也有人解讀說 他可能是衝著他旁邊的陳時中 叫他不要再那麼散漫 要趕快收心 這句話出來很多人就說 一句話甩鍋給2300萬的民眾 那第二句話 他是告訴大家 能夠打疫苗的趕快去打 可是大家說 那疫苗在哪裡 夠打嗎 以前是說沒有人敢打 現在是怕可能會不夠打 來聽一下他的說法 同時我們也呼籲國人同胞 要照指揮中心公佈的列別 你如果可以打疫苗的 趕快打疫苗 打疫苗也是一個最好的防疫 好 這話出來大家很生氣 因為你就不夠 你連第三批的疫苗在哪裡 大家都還講不出來 所以吳子佳罵他 沒腦的飯桶行政院 其實我也在想說 到底哪個飯桶是有腦的 基本上飯桶應該本人就沒腦 但是他就要加劇 就是你又沒腦 你又飯桶 那陳佩琪就說 因為他被質疑 陳佩琪說以他這個是專業醫師 然後他又是主任級的 他告訴大家 如果沒有必要 我不會打AZ 因為有血栓的問題 這個大家都知道 這個泛夫走足都知道的事情 但是他就被圍攻 但是他問說 那蔡總統你打了沒 但是總統聽說要打國產 然後他說他有血栓的問題 有問題這樣子 可是現在很多人可能會想說 我不管這些了 我還有得打我就趕快打了 那這個陳時中 在去年12月的時候告訴大家 全國的民眾施打覆蓋率 要到65% 才會有群體的免疫力 可是李秉穎不是告訴大家 台灣有特殊的群體免疫力 我覺得他們可能要兜一下 那第一批 大家還記得吧 第一批11.7萬劑來得很突然 在飛機上 從南韓飛過來了 陳時中才接到電話說 塞給你囉 到底是怎麼來的 至今還是個謎 是AZ 第二批比較確定的是Cofax 是19.92萬劑 累積起來是31.62 數學對嗎 因為現在數學不對都很敏感 然後AZ目前施打 這個已經打掉了35% 剩下了20.3萬劑 這是一個算法 但是陳時中記者會好像是 告訴大家剩下18萬劑 應該很快很快 聽說已經開始預約 預約排到兩三個禮拜之後 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現在施打率其實還不到1% 所以彭博已經告訴大家 台灣跟新加坡都被認為 是比較像是模範生 新加坡當然比我們嚴重一點 但是新加坡已經打到19%了 我們現在連1%都還沒有到 莊人祥在4月15號告訴大家說 莫德納會5月到貨 那其實之前很多民眾對於 哪時候到貨都還沒有那麼緊張 可是疫情一嚴重之後 就開始來細看 到底什麼時候會來 5月10號的時候 衛福部的次長說 AZ疫苗預計6月中旬 會來到貨第三拼 可是這種日期都是 先姑且聽之 一直變一直變 到時候沒有來 因為之前也有講說 哪時候會來 後來都沒有來 所以就姑且聽之 3月1號的時候 英國公佈施打AZ 因為通常要打兩劑 你打第一劑保護力 大概是60%到73% 其實我那個時候印象是60% 就韋翰跟我們講的 就是他的保護力是 防護力是很差 就算打了第二劑 還是比其他的疫苗 主流的疫苗來講 都還是偏低 而指揮中心3月3號 又有新的說法了 他說其實你光是打一劑 22天後就71%的保護力了 那第二劑可以到81% 結果到5月6號的時候 指揮中心用南韓的例子 告訴大家說 60歲以上的長者 可以防護率到86% 所以你看60%變成86%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魔法數字 我先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如果現在大家都去 努力的打疫苗 然後他因為也一路開放 比原先開放的預期 人數跟階段要多的話 現在有另外一個問題 你確定下一波的AZ疫苗 什麼時候來嗎 那是他說的 那是他說的 請問我們現在已經拿到了 沒有 請注意 全世界現在都在搶疫苗原料 全世界的疫苗物流都有問題 我們先這樣講好了 看自己台灣 華航那麼多機師不能飛 你覺得誰去載那些疫苗 怎麼飛進來 你告訴說他走路過來 不能用其他國家的貨機 像在亞洲地區 一般是用韓航 因為AZ的那個廠是在韓國 可是有一個問題是 他現在排得這麼... 怎麼說 實在是完全搞不清楚 到底是怎麼樣 請問你是COVAX 你要先提供給印度 還是先提供給台灣 所以我們要提醒各位 有另外一個狀況是 你AZ打了第一劑之後 12週之內要注射第二劑 否則一般坊間認為會失效 那你確定12週之內 也就是三個月之內 第二波的AZ會來嗎 因為目前如果照這麼順利的話 看起來大家第一劑都可以打 第二劑快要開始 有人可以打的時候 你現在去打的第一劑 沒有保證 沒有辦法保證 你可以排到12週之內 但我要講另外一件事情 彭博社Bloomber 你知道商業領域 他其實滿值得相信的 Bloomber在今年3月30號的時候 已經在一個記者會裡面 報導了上海復興醫藥 他說我們同意賣給台灣BNT疫苗 那這個是願意基於責任 且有義務性的銷售 那好 他3月30號講了 4月1號媒體有報導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衛福部為什麼不跟他買 為什麼不跟他買 我只問這件事情而已 你之前都跟我講說 你只跟原廠聯絡 BNT說什麼全球物流有關係 所以後來機會變得越來越低 好 現在上海復興已經講了 他可以賣給你 我請問一下 你為什麼不跟上海復興買 而且他賣給你的疫苗 並不是代工的 是BNT找了美國廠商 在德國代工的 那我們講白了 有疫苗 而且是目前當今事實上 性價比最好的BNT Pfizer的疫苗 為什麼不買 請大家去問 衛福部打1922問 好 我們來看到下一張的部分 剛剛豬達爾特別講到 國際現在都在搶疫苗 那狀況是怎麼樣 美國已經有拿到了8億劑 但是美國其實他們人口 是3.29億 這樣已經夠了吧 所以現在有傳出來 像好像比較有錢的國家 富國 好像有在霸佔的 這一些疫苗 甚至出現所謂浪費的狀況 只是新聞也沒有講到 浪費的樣態是什麼 但是歐盟已經在未來兩年 他已經敲定了18億劑 18億劑 不是日本那個跳舞的億劑 但是歐盟的人口是5億 所以他已經吃了未來兩年 所以有一說 說他可能以後會變流感 他可能每年 甚至每劑都要來打一次 那韓國 我們鄰近的國家 韓國他也已經拿到疫苗 拿到了9900萬人份的這個疫苗 他們的人口是5000萬 韓國的為什麼拿得到疫苗 根據新聞的寫法說 他是透過美國的管道 所以台灣人現在很多人回想說 我們不是跟美國很好嗎 有史以來台美最好的關係 我們為什麼拿不到 韓國就拿得到 那日本政府現在也有所謂採購一人兩劑 總共有一億多 九月還要再追加 日本的人口是1.2億 現在大家回頭開始 包括朱大雲的那個問題 還有其他的問題 當時這個民進黨裡面 本來就可以拿到輝瑞三千萬劑 為什麼有所謂的民進黨 無立委介入 後來就沒了 就破局了 那這個事情到現在真相到底是什麼 有沒有介入去調查 大家想要知道真相 另外一個是疫苗調閱小組 現在是由陳穎擔任招機雷 那你查了沒 到底誰介入 誰居中有沒有這個 所謂的國難財的問題 大家都想知道你動了沒 根據陳運正的說法說 完全都沒有動 那宏都拉斯今天最新的 可能我們外交要亮紅燈了 因為他們的國家現在狀況很慘 因為沒有拿到疫苗 他們很多人都沒有工作 民不聊生 所以他現在雙管旗下 很多新聞標題都只有寫到說 他可能要去找中國 跟他們要疫苗 但是其實他也有跟台灣求 他怎麼求你知道嗎 他說拜託台灣說服美國爸爸 去給他們疫苗 所以他可能也是 1450絕情那一掛的 真的以為我們是台美關係 好得不得了 那現在這個WHO 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WHO已經批准大陸 有一款的這個疫苗 國藥集團北京生物疫苗 他已經認可他了 所以有人問這個事情 如果WHO透過COFES 分給台灣的疫苗是這一款 那怎麼辦 如果他來的時候 又跟第一批一樣 來到飛機半路上 才打電話跟陳時中說 我們連說NO的機會 都沒有的時候 怎麼辦 老師 我跟你講疫苗這個 如果前一階段 我們戴口罩國家隊 弄得很成功 疫苗這一場上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陳時中一開始就重大誤判 怎麼說 他其實是說你看 我們口罩這麼棒 全球陽明 他本來準備是怎麼樣 國內自己自製製造 可是這個如意算滿輸 人家別國家已經研發出來了 我們認為說我們能力很強 所以我們沒有扣別人 那不但可以做出來 而且我們可以外銷 像口罩一樣 又可以一次的露臉 你這個是個重大誤判 到現在還沒有做出來 雖然可能說後面要緊急授權 但是這個你要不要負責任 好 你第二個 你如果自己做不出來 那你就要往外進口 它就是魅於國際現實 有沒有看到 你剛剛講說富國都買不到 這不是富的問題 這是有錢買不到 這是錢頭的問題 這是搶國才弄得到的事情 我們自己認為自己 這個自我感覺良好 陶醉在說 到時候台灣出去很清潔 要買的污 你就不知道這個疫苗的 跟生死有關 就跟在搶那個核子武器一樣 你以為你有錢都買得到嗎 好 你這個又誤判 不知道台灣在國際地位裡面 是相對的弱 我們現在弄不到 好 那前面一個階段 剛剛講這個BNT 好好的送上門來 自己內部有鬼 自己把一個天道的好機會弄掉了 這是斷我們的會命 是誰幹這種事情 到現在查不出來 而且不只數量大 價格便宜 對 就說這麼好的東西 這麼好的機會 措施 這要不要究責 這麼好疫苗沒有進來 好 那再退而求其次 比如說中國大陸 人家已經開發出來 要不要 我們弄不到最好的 我們買不到最便宜 那你考慮到安全問題 反中 仇中 中國大陸都很難 台灣有很多綠的媒體 這是一天天講說 中國大陸疫苗多難 現在世界衛生組織認可 所以我們比較近的一個關係 我們也不弄 也把這個機會錯失 好 最後現在回到說 我今天包括我的大頭 同學都要給我打電話說 要是要去打不去打 他有提到陳佩琪那個判斷 我就有一個困惑 剛剛講說六月中 第三批才要來 我們要知道 第一批五月底都到期 第二批六月底都到期 如果你現在打第一劑 跟第二劑 照他國家的規定是 八週到十二週 要隔兩個月到三個月 我如果今天去打第一劑 那我請問我的第二劑 五月底搞不好就過期 六月中上去就過期 我第二劑怎麼打 所以他宣傳你光是打一劑 就有百分之八十六的防御力 但是這個人家就困惑 你這個地方 你就是表示你整個安排 你的考慮不周詳 漏洞很多 那最後就是說 你買進了這個 有關雪山這個問題 大家怕得要死 所以陳時中現在很矛盾 也許這個疫情弄得很緊張 大家小姐手 可是一方面 他又怕疫情爆 所以有關疫苗這場仗 陳時中是從頭錯到尾 從頭輸到尾 這是嚴格講是非常 是應該進入戰犯級的 我覺得 台灣現在真的是蠟燭兩頭燒 我們疫情嚴重 水情更嚴重 我們休息片刻馬上回來